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校長 文華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好像是來被充電的 我是來被充電的 我直接切入了今天早上的發聲 因為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 如果各位仔細聽起來 你可能會怎麼安排 怎麼做決定 你可能會怎麼安排 怎麼做決定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進到這個會場 我緊急的請後面的控制人員 幫我換了我的poppoint 那是因為在將近12點40分的時候 我就剛好在明泉路的摩斯漢堡 我趕快選擇一個快速的午餐 我進去摩斯漢堡店 左邊的地下就剛好有一個黑板 寫了這樣子的字 那我在猜摩斯漢堡 可能經常每日一詞 或者每月一詞 也許因為學生多 也許觀光客多給大家鼓勵 它上面寫著 耐得住寂寞 才能守得住繁華 該奮鬥的年齡 不要選擇了安逸 我好有感覺 所以我臨時抽換了我的poppoint 我用了這一頁 因為在前面 大家可能很習慣給很多年輕人 很多的愛 很多的鼓勵 所以我聽到好多同學 想要騎腳踏車 想要到歐洲 想要看台灣 想要看土地 Good 通常我們會鼓勵 你要用你的生命去見證 你想做的一個事情 那正因為 在今天的安排裡面 安排我在第四位的最後一位 我所代表的是 我會相對來講 比各位走過更多路 看過更多的風景 也許我們應該要經歷過一些苦 你會知道田叫什麼 但是我們都很不希望 我們的下一代 像我們那一代一樣 經過很多苦 聽起來阿元大哥 對不起 因為同事都這麼叫我 我的人生相對起來 有二十年的時間是相對豐富 從日商電子業的業務助理 很短的時間 我講的很短大概是半年 半年的時間 我從業務助理 我當上了部門的副理 在這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些我們自己的自重 也許帶著驕傲的氣氛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你做了正確的決定 在一家日商公司裡面 平均要五年 你才有辦法 從一個專員到副理 但是阿元大哥 只花了半年的時間 而正當我又在下一個半年 公司要提升我當經理的時候 我立刻毫不考慮的 我拒絕了 因為當我在日商公司 我非常的努力 我也做到了比別人更進步的時候 我不斷的去問自己 這是我要的嗎 如果我就在一家公司裡面 從業務助理 業務 跳過 主任科長直接 就往副理的位置 這代表著我有一種努力 是可以超越現狀的 但那不是我要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去問 那是你要的嗎 如果那就是 你就應該去做 我要問 騎腳踏車 繞台灣一圈 它就是你要的嗎 還是你要的是 那一圈以後 那一圈以後 你自己可以收拾什麼 或代表什麼 所以謝謝剛剛俊德他講的 賈伯斯的話 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 是為了創造改變 他也說了 他認為人生最大的價值 不是你自己定義什麼價值 是你的事情 你做了以後 你透過別人給你的表情 別人給你的回饋 那個叫做價值 所以第一個價值 我要提的是 改變和決定 改變和決定 請大家一起想喔 我要舉的例子 你會做什麼決定 因為我坐的是 七點多的飛機 要飛到金門 我知道我的活動 是中午才開始 我希望早一點到金門 因為我要讓我的身心靈 我的細胞 整個很有金門的感覺 阿元住在台北的淡水 機場在松山 那是一段不算太近的路 所以一大早 我的助理就開著車 很快的要載我到機場 因為我早上為了照顧我那四隻狗 趕快餵飽他們 遛完他們大小便 我才能夠專心出門 所以我出門已經晚了 但是大清晨的路上 好走 相對每個人的車子都開得很快 我們第一個 你必須要決定的事情 車子開很快 要多快才能夠順利讓你到機場 第二件事情 你有什麼條件開很快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公司的同仁很照顧我 他們知道我經常要東奔西跑 而且我做事情因為很專注 他們說阿元大哥 你的生命在公司很值錢 所以他們幫我買了一台很好的車 也普通吧 對很多生意人來講 一台400萬以上 500萬以下的車 但是那個代價是什麼 我曾經不小心 因為開車很專心在想事情 我的前燈就這麼啪嚓一下 去撞破了 一個車的車燈嘛 我嚇一跳 因為你開了很好的車 一個車燈就要8萬塊 我知道這是代價 安全 美好 舒適 你必須要有一個相當的代價 環島旅行到歐洲 你付得起代價 但是這個當中跟結果 還有更多的代價等待著我們 這是一個車燈的一個代價 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 我在高速公路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也許是地上的義務 我在將近107到110公里的速度下 已經算是快的了 蹦的一身一個輪胎破掉 可是就在差不多0.01秒 我的車子傾斜 它居然能夠破了一個輪胎之後 立刻又穩下來平平穩穩的 讓我開到了路間 這個事情讓我知道 好的選擇 正確的選擇 你也許要付很高的代價 但是相對的某一些保障 它發生了 它的四輪懸吊 自動橫時控制你的路面的狀況 讓我們在那個時間 平安有驚無險的停好車子 可是一個代價又來了 原來一個輪胎的代價是新台幣14000塊 我以前開國產車的時候 一個輪胎是4000多塊 來 我的決定開始了 早上因為很趕著要到機場 當然上班族也很趕 所以我旁邊有很多 應該是上班族開車開得很趕 可能是因為趕 所以有一台車 它非常不應該的 超向了我的車 蹦這麼一下就撞了我的車子的前面了 它撞我的前面聽清楚 它撞我的前面 它一下車我看它嚇壞了 它的臉色嚇壞了 因為它開著一台 可能是六十幾萬的Mitsubishi的車 它知道它撞到了我的車 它看了一下我的車子的mark 它知道撞到了很貴的車 它把我的前檔 車子插撞過來 就整個我的輪壺給撞凹了還掉了漆 它下來平平陪不是平平陪不是 我笑著看它 我窗戶搖下來 我的手伸到外面 我就叫它趕快走趕快走 它看不懂我的手勢 它過來一直跟我說 很抱歉很抱歉 你的車子有沒有保險 我可能會賠不起 要不要請保險公司請警察 我知道那個要花我很多錢 因為我中午助理就打電話過來了 它要進場四天 進口車什麼都時間要很長 進場大概要四天 估了一個價錢 就是這樣子凹進去 重新再板烤 又說要四萬塊 那是中午的事情 可是早上的現場 我就跟那一位先生說 你趕快走吧 我趕時間 他說可是你的車 我說沒關係啊 你走你走 他還是莫名其妙 我就叫我的助理說趕快到機場 各位同學我的決定是什麼 因為我立刻整理我的思緒 我知道我心裡面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耽誤 我一定要搭上這一班飛機 我才能夠準時到金門 在我們做決定的時候 它代表著很多取捨 阿民大哥選定這個題目 叫整理 整頓 整心 簡單的說 把我要的東西放在一起 不要的東西拿掉 整頓呢 也就是說我必須要 非常能夠控制 我想要的 我需要的 以及我不要的 這樣子我才能夠了了的清楚 我的每一步到底往哪邊去 因此剛剛王文華 王文華大哥他說了 我做了選舉 開了廣告公司 也成立了設計公司 也在日商公司上過班 也在雜誌社當過美編 其實還有更多更多 我的改變是因為我知道 有一個能夠讓我很感動的事情 一直沒有發生 而那一個發生 真的是跟美 跟生活秩序有關係 什麼叫做秩序 我出現爆答這兩個字的時候 同學你們心裡面也來想一下 我講爆答你們會想到什麼 很直覺式的想到爆答的時候 我和我的團隊 我覺得很棒 我的團隊不約而同的 我們最應該爆答的 應該是我們的父母 有人說我們應該要爆答的是 地球對我們的餵養 也有人說他們很想爆答的是 一路走過來 所謂的貴人 我們的環境喜怒哀樂 我們的新聞我們的教育我們的飲食 大家對爆答有很多不一樣的看見 原因是為什麼要用爆答 因為我們在三個月之後 在談爆答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們希望給很多很辛苦的 用手用腳在討生活的人 有一個他們前所未有的 比較好的保護的東西 那個東西叫什麼 也許就是護手霜 也許就是護腳霜 我說因為我們的材料 跟我們的做法 可以跟保護有關係 於是乎我們很肯定的 也幾乎帶著自戀的色彩 今天即使我要賣的是身體用品 我們都應該要決定 什麼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對話 什麼樣的行為適合阿源 所以我們用爆答來做 我們行為的開始 我們爆答接受太陽曬的皮膚 我們爆答用手用腳 用身體的勞力 在為我們賺取溫飽的 會不會很濫情 同事說可能會 阿源大哥要小心 我說做一次做兩次叫做濫情 做一次叫做三情 如果我們能夠一年兩年三年 十年二十年 我們都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能夠叫濫情能夠叫煽情嗎 也許人家會說對 這就是阿源他們的真情 因此我們對於護手霜跟護腳霜 我們做出了全家大小 每個人都可以用的叫做 剛剛我們看到的手足情深 那麼在身體的使用上面 大人老人小孩都可以用 它就叫和諧人生 在爆答裡面手足延伸 它所延伸出來的是什麼 是這一個 當我在決定 我不跟那個人談造勢 不跟那個人談 索賠的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 我後面所代表的 要來金門的這件事情 是阿源最值錢的 如果我濫情在跟大家 談爆答 談手足情深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的後面 有一批很棒的台灣的故事在發生 這些故事是很多想旅行的人 可以募集的 所以有人來閱讀金門的人 金門的環境 但是我們在閱讀之後 阿源認為閱讀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為了分享 第二為了自己改變 所以我們自己 也就是王文華先生講的 我們在陽明山國家公園 我們就在經營農場 因為這些人的故事 很多人不曾經歷 或者只是看過 我必須要把他們的作品 做成商品 在一個商品化的社會裡面 你們想要深入這樣的故事 體驗這樣的故事 或真正了解 這一些故事的背後所代表的 還是要因為故事而賺錢 因為故事而生活 所以我做商品 努力的賣好我的商品 我可以賺錢 因為我賺好了很多足夠的錢 我可以讓這些故事 一直在延續 一直在發生 讓他們用原始的農法 自然的農法 即便他們 很多人是二度就業 或者是中高齡的人 沒有辦法在社會競爭 把他們產出的東西 再經過我們 在第一線的行銷 企劃 把營業管理 客戶管理的維繫人員 也就是簡單的講 我們年輕的這一代 讓年輕的這一代 有事情做 有工作做 可是你們做很有意義的事情 把被整理整頓過的東西 丟到市面上 跟大家來會心一笑 這是阿源大哥的經驗 我有浪漫的個性 我有愛美的特質 但是在物質上面 因為我也是一個 極度愛旅行的人 我知道 當我非常的嚮往 金字塔給我的震撼 大英博物館 給我感覺到 人應該要謙虛跟從容 那我也曾經 非常優雅 而且很大方的 在那麼棒的 新加坡的烏捷路上 在米蘭去買很多我喜歡的東西 送給自己 跟送給我喜歡的人的時候 我知道那個所代表的 是教育最後要給我們的禮物 給我們什麼禮物 你必須要能夠改變自己 如果行有餘力 你還能夠要改變別人 而在物質世界裡面 我們需要有夢想 點亮我們的火 我們要有理想 來證明我的夢想 可以一步一步這樣子達到 但是在行為上 我們都需要有一種奢想 讓你能夠有超過自己的力量 那就叫貴人 才能夠達到 既利人又利己的事情 因此在整理整頓的 真功夫裡面 某個部分阿元大哥 是帶著很大的嚴謹 我的嚴謹是什麼 今天有人說 阿元是台灣清潔界的台灣良心 謝謝說這些話的人 也有人覺得說 阿元你們不簡單 你做的肥皂這麼貴 三四百塊就這麼一顆 你簡直是肥皂界的LV 我心裡想你們看到的都是這個樣子 可是LV代表的是什麼 LV代表的是金屬扣件拉鍊塑膠皮 以及行銷所代表的百年歷史 應該要有的某一種精神價值 這叫LV 要不然都是塑膠皮的皮包 為什麼賣那麼貴 夜市一個也許八九九六九九就有 因此我在想的也就是說 阿元大哥在做的這些事情 他的每一個小塊 可能都會很像很多同學現在正在學習的 但是你必須要把有一些東西給 學到通 學到透 我覺得我們廣播的嘗試是非常好 但是我們會需要有非常載線而深入的專業 那個專業是什麼 我們就是把目前全世界 將近要六十億人口裡面 只有兩千三百多個人 還在應用繁體字的台灣 獨一無二的 現在我覺得聯合國最需要來保護的 應該還在備用的繁體字 我們把繁體字用到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不會因為我要到新加坡 我出現很多英文 我不會因為我要到中國大陸出現很多繁體字 然而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堅持 我們的字戀也變成在國際品牌裡面的差異化 於是乎我有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讓中國大陸買到繁體字的時候 好像買到異國的文化情趣 我也可以讓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他們已經大量在用英文拼音的人 看到繁體字以後 有一種似曾相似 又具有符號般的美感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得到小小的成績 但相對於在做手工肥皂來講 它是大大的成績 因為我們在整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不差神 我把結論講在這一邊 不差神的原因是跟我的慣性很像 我一直會很清楚 阿元大哥不是設定好目標 我是直接設定好結果 我才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可能會鼓勵 像很多前輩一樣 鼓勵你們去旅行啊去看啊 我管你騎重機還是騎腳踏車 想做就去做 但是我後面都會加上一個 你做回來以後呢 把這個想清楚 提早想 因為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 那結果是什麼 我在從結果的過程裡面去推演 我的每一段行為 於是乎我們的手工肥皂 我們用非常手工的形式 比別人更長的時間 一個一個去包裝它 去用美來構成它 這就是維持住了 一個品牌 一個人 一個想法 當你有一個初念的時候 很多元素都在你這一邊喔 那個元素是什麼 我們有農場啊 我們有很自由創意的想像 就像水一樣到處流動 我們也很像很多個人工作室 或很像中小企業 我們也有一群人啊 整理整頓的意義 它就是在於 你把已經在流行顯學上面的 旅行 自我 閱讀 反省 實踐跟夢想 當你看到這一些事情的時候 當你想開一個咖啡廳 當你想到小確幸 或者當你想到要做社會公平交易 當你想到要付諸給這個土地的時候 阿元大哥講的是 當你想到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流行已經在形成了 所以你只有透過你自己一個 結果的想像 重新去整理整頓 這一些已經在你路上的訊息 要不然陳懷恩都已經把台灣 拍成這個樣子了 齊柏林也把台灣看成那樣子的角度了 你再去看嘛 也許給自己度個假 或者是踏著前人的腳步走一段 然而長江後浪推前浪 我希望往前推的這一個意志跟動力 在你們現在體力 你們現在的年紀都還有足夠 重新再來 重新再來 跌倒也更容易爬起來的時候 能不能像阿元大哥 在讀高職的那十五歲十六歲的時候 我就已經一直在想 我讀書 我就業 我畢業以後 到底我要帶給我自己 跟我的家人什麼 因此 當2005我成立阿元肥皂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想法 假如我前面是因為很豐富很多樣 可以去進行廣告 跟選舉的溝通的時候 我有沒有那個能耐 回到在更簡單的路上 也做出一番自己 心裡面覺得自己開心 對別人又好的 因此一年又一年 我們就用很簡單的元素 在台灣的土地 台灣的藥草上面 我們做出屬於我們自己的可能 那當然這是大人走過來的世界 已經有了一些作品以後 再跟大家來進行分享 但是你們怎麼知道十年後 二十年以後 你們也許就到了我這個年紀 也跟我一樣在做相同的事情 相同的什麼事情 自己開心 幫助別人 還能夠讓自己行有餘力 賺到更多的錢 然後去實踐更多的理想 所以我就在想 人生的風景它不必然 是美色當前 他其實很忙的 剛剛前面一開始的時候 當平衡先生 他的手在這邊一直發抖 肌肉在這邊 在做抽搐 找取一個平衡的時候 我坐在第一排 我擦了四次眼淚 我覺得那個很像我 可能也很像努力要成功的每個同學 我們都是一直在收拾 我們身體感官周邊環境的不平衡 我們都一直在建設 我們用不同的方法 我的肌肉 我的力量 我的骨骼 我的筋 我的彈性 甚至於如果我不小心 要垮下來的時候 我可能一個後空翻跳下來 我的姿態都要很優雅 才不會疊個狗吃屎 掉到水裡面 都是浴火重生的一個很棒的紀念照片 我們真的很辛苦 在做這樣的收拾與建設 每個人躲都躲不掉 所以辛苦才會後肝 當然講了那麼多 我最後會用幾張 我們的行動的照片來告訴大家 其實我一路走過來 我只能說從阿元的身上 也許他會投射出某一些事情 誰說肥皂只能出現在廚房跟浴室 心有多大 路就有多寬 而這個寬 它是現在進行式 我們繼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大陸 日本之後 現在英國 烏克蘭 LA 舊金山 韓國 點點點 都在跟阿元展開 很密切的產品的代理跟銷售的關係 這個部分不跟同學琢磨太多 那不是你們現在能夠感覺到的 人因為努力而得到某一些掌聲之後 你的內心的心靈的激動的指數 可是我真正激動的是 因為我知道台灣真的很大 真的很美 所以我們就一路上用這樣子的東西 感動了願意代理台灣的人 他說哇 阿元你們的東西真的好有地方特色 真的反映了在地全球化最好的寫照 我跟我的同事常常回到辦公室 我們給自己掌聲鼓勵 他們所看到的在地全球化 都是在離我們工作室 20公里的周邊距離裡面 因為你們現在不管你家是在彰化 桃園還是台中 你只要站著不動你畫20公里 你畫20公里一定看到山一定看到田 一定看到海看到很不一樣的生活經驗 這是多棒的台灣 它因為小所以集中的這麼豐富 好 這是我因為整理整頓 能夠被看到的台灣的美 然後我在單一的一個事情上面 我告訴我們公司的年輕人 告訴我們公司的這一些 對人生幾乎放棄的中高齡的人 我跟他們說不要怕 就是把一件事情認真的做到透 你喜歡電腦科技就玩到透 你喜歡唐詩文學就把它讀到透 因為像一大堆台灣元素的東西 它一走到國際上以後 它完完全全不同意 薰衣草 玫瑰跟迷迭香 這就是台灣很不一樣 也是我們每個人在相同的地方做相同的事情 可是你可以把它做到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最後我會告訴大家 也許這些都是描寫 都是包裝 都是剪接 我們的農場怎麼做 我們的人怎麼做 它似有若無的 好像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後面的東西騙不了人 如果你要好 台灣要好 這是阿元想的 阿元覺得第一 ABC我很差 日文我聽不懂 我一定要讓台灣的品牌走出去非常的好 所以那個好 我只能用更好的東西讓大家看見 如果我在香港是用非常有台灣的味道 那相對來說 我在廣州 在上海 我也一樣原汁原味的一個整體自不要 要把台灣的阿元這樣子搬出去 因此我們在深圳 我們在東京 都是用這樣子的姿態告訴大家 有一個真正的本我 如果當你做好整理整頓之後 你要非常信心地迎向所有的外面 你就是這個樣子 但這個樣子應該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身的好功夫 那麼你在下山的時候 才不會跌得狗吃屎 對不起 這個債阿元大哥打錯了 請大家多多包涵 謝謝